水龙头一开滑啦啦的流 面对疫情从个人到环境卫生 没松懈 然而眼前吃紧水禽 政府努力开源 至于民众节水习惯 统计发现国诊每日用水量 近五年逐年攀升 去年疫情下相较前年 更增加了五公升之多 这个用水量包括我们的生活用水 包括我们的商业用水 最近这几年由于我们的商业活动 经济一直在成长 更重要的因素是我们的生活水准 也在提高 基本生活用水 每次洗手约用掉两公升 刷牙洗练15公升 洗澡125公升 洗水小动作 用洗菜洗米水浇花 漱口被刷牙 甚至改成淋浴都能发挥功效 今年现在正在公告中了 是我们的这个小变斗 未来会在明年持续公告 是我们的按压式的水龙头 跟感应式的水龙头 也都会纳入神水器材 水从天上掉下来 也要留得住才能供应 生活无余 大约新闻消息 解释英豪 台北部导